民进党选举对策委员会明天将就2018年县市长选举进行首播协调,将邀请执政界满的四县市有志参选者沟通,包括宜兰县、嘉义县、台南市及高雄市。 据了解,高雄市包括管碧林、刘志芳及陈吉麦等都已接到通知,也会参与座谈。 预计座谈下午2点开始,每个县市协调40分钟。 民进党日前在全代会通过2018年县市长提名条例,列为初选区的高雄市厮杀激烈,由于新潮流主张明年3月再办初选民调,党内认为是借此拉抬新系立委刘志芳的支持度,也引起声势领先的民进党立委陈吉麦支持者不满,加上初选竞争者。 民进党立委管碧林也饱受入阁传言困扰,党内游行嫌弃扩大,为避免时间拖欲久,初选裂痕欲大。 选队会拍办明天邀及有一角逐者到党中央座谈,令明天也将协调台南市宜兰县及嘉义县。 选队会召集人林习耀今天也在中常会报告2018年选举进度,他表示由于前召集人日前请辞,因此提请民进党秘书长洪耀福担任共同召集人。 民进党日前在全代会通过2018年县市长提名条例,列为初选区的高雄市厮杀激烈。 由于新潮流主张明年3月再办初选民调,党内认为是借此拉台立委刘志峰的支持度图联合报系资料照片分享。